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一起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很感谢祢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那么好的敬拜 而且在祢里面可以跟你有这么美好的团契 我知道祢要对我们说话 要喂养我们 让我们明白在地上 我们就可以从祢那里得着真正的富足 而且从地上一直富足到天上 就是祢美好的心意 愿祢对我们说话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继续分享路加福音 耶稣的比喻 最主要讲这些比喻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知道天国的百姓 到底怎么样能够有合一的态度 对上帝 还有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人事物 因为有正确的态度 我们才能够有领受天国的祝福 我们已经分享了撒种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了解听道如何听道 对吗 上个礼拜 邓牧师在这里分享戒饼的比喻 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祷告 今天我们要继续从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十五到三十四节 我们要从无知才主的比喻 要来认识天国百姓对金钱的态度 你如果查考福音书 就试福音 你就会发现耶稣谈论金钱的次数 比祷告还要多 所以可见金钱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金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钱是好的 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 一个很宝贵的真理 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钱是好的 所以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 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到 上帝用金钱非常丰富的 供应他儿女的需要 让他的儿女可以享受 金钱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圣经里面 你会看到不管是旧约或新约 有很多好野人 有钱人 旧约中的亚伯拉罕 他非常有钱 圣经说他的财富多到无处可容 这实在是 那他的孩子也一样很有钱 也很有钱 那不单如此 他的孙子雅各也很有钱 所以就这样 有钱这样一代代下去 而且富好几代到 约瑟就成为埃及的宰相 富可敌国 这实在是 到大卫的时候也很有钱 对吗 上帝供应他一切的需要 帮助他 不仅大卫有钱 他的孩子 简直是到有钱的最高峰 对不对 他大概是整个旧约 以色列国里面 最有钱的君王 上帝赐福给他 旧约是如此 新约也充满了有钱人 杀该有没有钱 虽然他的钱 是把人家讹诈的 不过 不过他还给人家钱之后 我看他还是很有钱 还有 不仅如此 还有 圣经在信约里面 让我们看到 有很多很有钱的姐妹 很有钱的妇女 他们被耶稣爱过之后 他们就用财物 他们的财物 来供应耶稣 和门徒的生活所需 所以钱很好 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说 钱很好 圣经告诉我们钱很好 但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 钱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金钱也常常是 魔鬼利用的工具 要来挟制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 会被金钱挟制 不是钱出了问题 而是我们这个人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会贪 从创世纪第三章 人离开上帝之后 人就变得一样 就开始变得不满足 没有安全感 所以每一个都会贪 什么是贪 就是你有再多 你还是觉得不够 明明都已经足够了 但你还是想要更多 这个叫贪 所以贪心的人不会满足 永远都不会觉得足够 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 《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财主 他说 只要让我再多赚一些 只要让我仓房再更 盖大一点 我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 我就可以安安意义的过日子了 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逻辑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他贪心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要告诉大家 即使他赚再多 他仓房一个再盖过一个 再盖过一个 他还是会觉得不够 你同意吗 因为贪根本不在于你外在拥有多少 贪是我里面生命的不足 如果我一直觉得缺乏 那你当然就不会满足 我觉得所以贪很麻烦 贪就像毒瘾一样 会让人整个就陷进去 被挟制住 所以贪的问题很麻烦 耶稣讲的针对 天国的百姓面对金钱 你要有正确的态度 你要可以正确的去赚钱 正确的去花钱 如果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那就甭想有对金钱正确的态度 OK 这是第一段我要跟大家分享 那紧接着 如果是这样的话 贪这么关键 那我们待如何才能够不贪呢 好叫我们可以对钱有正确的态度呢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五到三十四节 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最主要的经文 我也想用这个经文来回答 如何才能够不贪 如何才能够不贪呢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三十四节 告诉我们两个很宝贵的关键 哪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 你需要先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你要先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无知才主的比喻 告诉我们两点 我们对金钱应该有的认知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无论你多会赚钱 或是你多会存钱 像这个财主一样会存钱 即使你赚到了 你存到了 你要知道最后钱 还是不会是属于你的 很残酷 但是这是事实 这是真理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控制金钱 你的钱在地上就不太受你的控制 还有一件事情 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的钱就会完全不受你的控制 钱会离开你的 因为钱永远是不会属于你的 俄罗斯一攻打乌克兰 很多在股市的人就鸡飞狗跳 你会发现原本在你口袋里面的钱 就完全不受控制的 就离开你的口袋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 各位跟你旁边人说 钱是完全不受你的控制 那既然如此 这段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 第二个真理 是什么呢 钱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保障 因为他不受你的控制 他怎么可以保障你呢 他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 就像这个财主一样 你看第十九节 他以为他有钱 他的生活就有保障 就能够使他的灵魂 安安意的吃喝快乐 结果没有想到 上帝十分轻易的 就打乱他的如意算盘 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预备 请 无知的人啊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各位这就是钱的本质 钱虽然很好 很重要 但钱不是万能 即使你赚再多 这些钱也不会永远是你的 第二 钱不会成为你真正的安全感 所以不要被骗 你以为有钱就拥有一切 所以你都拼命的存钱 拼命的贪财 那到最后 你会有很大的失落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钱 怎么一直都不受你的控制 你的心情就会七上八下 你就会被钱所挟制 所以 你要对钱有正确的态度 能够不贪吗 你需要先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 这是第一点 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那紧接着第二点 那既然我刚刚说 钱的主人不是我们 我们也不可能控制金钱 那到底钱是谁的 钱是上帝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万物都是从他而来 在地上的每一块钱 不是你的老板给你的 每一块钱都是上帝给你的 是上帝透过你的老板给你的 因为万物都是从他而来 而不单单在地上 每一块钱都是他给你的 全世界最稳固的银行是上帝开的 因为他永远不会倒 也因此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所在 所以不要贪 所以不要贪 除了我们要对金钱有正确的认识之外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不贪的 第二个关键 就是每一天我们需要做的 不可少的就是主权的奉献 让上帝来看顾我的钱 让上帝来供应我的钱 我欢喜快乐领受上帝的供应 而且请上帝来教导我赚钱跟花钱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第12章29到32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耶稣很清楚指出 不贪财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只要求他的国 上帝的国是什么呢 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所以耶稣针对贪心的问题 提出的解药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贪心 会贪婪的心交给上帝来掌管 如此你就能够根本解决贪心的问题 为什么 只要交给上帝掌管 主权奉献 我们就能够解决贪心的问题呢 有两个原因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哪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当你愿意让他来管的时候 他就会为你负责 他就会为你的需要负责 会供应你的需要 第二 他不单单供应你的需要 他还会让我们有能力 可以做金钱的好管家 能够去帮助贫穷人 我觉得这第二点最宝贵 当让上帝来帮助我 让他来帮助我管钱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让我有能力去帮助贫穷人 那我告诉你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百分之百证实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贪婪的里面走出来 我可以领受上帝丰富的供应 这很好 让我不忧虑 这是很好 但是还有更确定 我可以从贪婪里面走出来是什么 我可以把从上帝领受的 欢喜快乐跟别人分享 我觉得这个最准 可以判断 我们是不是已经彻底的脱离贪婪 你同意吗 我分别来看这两件 两个上帝所要带给我们 当主权奉献的时候 带给我们的祝福 现在看第一点 圣经说是我们说 当我们愿意主权奉献 请他来做我们金钱的主人的时候 他就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你看第24到31节 你就会明白 上帝告诉我们有三个动物 三个动物跟花草 让我们去了解 第一个是看乌鸦 看天空的飞鸟 不种也不收 也没有仓也没有酷 上帝尚且养活他 何况我们这些比飞鸟贵重 比乌鸦贵重的人 上帝岂不养活他吗 第二是百合花 你看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不劳苦也不仿现 就是在所罗门籍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还不如这花一朵 上帝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百合花多漂亮 所罗门穿的衣服 花了那么多钱 还比不上上帝为百合花 所设计的那个美丽 第三 野地里的草 野草没有人要 但上帝仍然眷顾他 明天就丢在炉里 上帝还让野草长得很健康 很美丽 何况是你们呢 所以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也不要挂心 一天到晚觉得自己不够了 因为你有一位最富有的上帝 他会帮助你 OK 所以各位 讲那么多 上帝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不要靠钱活 要靠上帝活 因为上帝比钱可靠得多 他真的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认识一位弟兄 他是建筑师 但是他曾经穷困潦倒 经济匮乏 匮乏到什么呢 他说他每一个月都去买彩券 他已经没钱了 他还是花钱去买彩券 我说你疯了 他说他没办法 他脑袋里面充满了什么思想 他只要给他种一张彩券 他就可以立刻解决他 眼前贫穷的问题 所以每个月没钱还是去买彩券 买彩券就更没钱 因为没种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感谢上帝救了他 他说他现在路过彩券行 看到很多人排队买彩券 就想起他以前的光景 他就感谢上帝 让他今天可以脱离贫穷的辖制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脱离贫穷辖制吗 很简单就是主权奉献 他听上帝的话 他不在一天到晚靠彩券发大财 解决贫穷的问题 解决贫穷的问题 他认真的工作 他说他不再依靠虚假的意外财 而是务实的努力工作 还有他也感谢小祖的弟兄姐妹 还有他的家人 不断地鼓励他 好好的依靠主 你知道吗 他真的从完全没有case 到开始接一个case 然后又碰到一个人 那个人又主动把另外一个case给他 他就从一个case 两个case就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现在 他现在算是有钱人 各位 我常常觉得上帝给我们的 应该不是单只有钱而已 你知道这个弟兄 我跟他说 你现在为什么都不太想要 经过彩券 不再想要去 不再去买彩券 他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现在真的是够了 第二个是 上帝不单单给他 在经济上富足 上帝还给他家庭和乐 他说这个给他极大的满足 极大的满足 钱很多时候 就是在用的时候 你才会需要他 但是家庭和乐 是你一想到你的家人 你心里面就甜甜的 你们发现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 被钱挟制的 变得很狭窄 我们变得小鼻子 小眼睛 我们常常只是想到钱 但是 路加福音十二章 二十四到三十一节 告诉我们 上帝不是单单只是给我们钱 上帝说 他要把他的国给我们 所以耶稣来 是要把他的国给我们 把上帝的国带来给我们 但是我们却只要钱 上帝告诉我们说 来信靠他 他真的给我们的事 比钱还要丰富上帝的国 所以 因为他 这位富足的上帝 他主动替我们 成为贫穷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贫穷 然后跟我们做爱的交换 把他的一切的富足 就成为我们这些贫穷人的富足 这是他的保证 他说我用命换来 这上帝的国给你 难道你只要钱吗 各位 上帝的国里面有上帝自己 做我们的王 不但如此 上帝要把永恒的财富给我们 而这些永恒的财富都是我们每一天的需要 请问上帝的话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的需要 是不是上帝无条件的爱 是不是我们每一天的需要 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平安 饶恕接纳 忍耐信心 这些是不是每一天我们地上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这些是没有一样能够用钱买得到的 但上帝都把他给我们 你还要只要钱 那实在太可惜了 你应该要上帝 你要让上帝做你的上帝 然后把你的心向上帝打开 欢喜快乐的 24小时领受他丰富的供应才是 所以各位 我确定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 但是你现在碰到贫穷 我觉得不是偶然 当我们有缺乏偶尔在贫穷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要害怕 你应该是要被圣灵光照 我觉得是上帝在借此提醒我们 要赶快回转信靠他 因为他才是丰富供应我们的上帝 你同意吗 昨天我就听一位姐妹 她的经历就是这样 她说她的经济状况很惨 她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 她就觉得奇怪 她赚很多钱 但钱好像有洞就流掉了 她最惨的时候 口袋只剩200块 她未了一个月 她不知道怎么生活 要付房租 只剩200块 她去工作结果老板不付她薪水 白做工 她诸事不顺 怎么会这样子 后来她姐姐看她很可怜 就把她带到教会来 她的小屋长就约她上新生命 新生命你们都有读过 对不对 一打开第一个是什么 马太不应第六章 天上的悲鸟不重也不收 对吗 所以你们要求她的果和她的义 她当下第一个反应是三条线 拜托我已经苦得要死了 你再跟我说这些风凉话 这样就会有钱吗 她把她存在心里 但日子还是要过 圣灵在她心里面不断地告诉她说 你们要先求她的果和她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夹给你 天上的悲鸟不重也不收 我尚且养活她 何况你岂不比悲鸟还要贵重呢 日子还要过 于是她怎么办 无路可走 所以她就只好祷告 她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不是比悲鸟还要贵重吗 那我的供应在哪里呢 如果你真的是 那供应我一切的上帝 请你供应我的需要 我口袋只剩两百块 我房租付不出来 你知道吗 很奇妙的事情 就在她开始谦卑 认定上帝是她的帮助开始发生 很稀奇的神迹 一件一件一件的就这样发生 就在她开始谦卑下来 向主祷告 倚靠主 神迹就开始发生 她说上帝就真的借着 各方面来供应她 帮助她走出穷困 而且之后 她还找到稳定的工作 就一直到现在 给主一个掌声好吗 所以各位 这个真理没有太困难 没有太深奥 就是让上帝做你的上帝 就是让主权 把你的主权交给她 跟上帝 我知道钱我不能掌控 那你来帮我管 我知道赚钱 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赚到很多钱 很多时候是百号力气 你有没有听过有很多人 费了很大的力气要赚钱 结果她的收入跟她的付出不成正比 比比皆是 所以你要谦卑下来你要知道是上帝供应你的需要 所以主啊我愿意你告诉我怎么样赚钱 而且在赚钱的时候不忧虑 我要艰辛的依靠你 所以这个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 当主权奉献为什么可以脱离贪婪 第一个是因为她可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那不单单如此 她还有能力可以让我们去帮助贫穷人 这个是彻底的脱离贪婪 你同意吗 33 34节 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不好 预备 请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哇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压力很大 耶稣啊你才刚刚说 你要把国给我耶 那怎么现在下一句话就说 你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那我不是一无所有吗 所以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压力很大就跳过去 就跟读出埃及记生命记一样跳过去 生命记是读不懂啊 这个是行不通啊 主啊我怎么可以 难道你是无产阶级吗 你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无产吗 你反对私有财产制吗 当然不是啦 这是属灵 天国属灵的原则 天国属灵财富运转的原则 其实上帝不是要我们一无所有 变卖所有的 我在说不是要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而是让我们可以彻底的享受真正的富足 而不被金钱捆绑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车子 可以欢喜快乐享受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上帝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 能够让地上有限的财富 能够转换变成天上永恒财宝 永恒的价值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的钱 用在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上 这个钱运用的原则是天上的原则 你有没有听过 在天堂筷子都一公尺长 这是天国的生活方式 这彼此相爱 对吗 在天堂大概永远不会 不需要想到自己 有什么需要 永远都会想到别人 同意吗 那是一种多大的快乐 我帮师亲夹菜 我一公尺长的筷子 夹起来就只能给他 我不可能给我 你了解 但我夹给他吃 他吃了快乐 他夹给我 我吃了也快乐 这个叫天国财富运转的原则 各位你要让你的钱 难道只是上帝给你 你只是越来越富足 然后就越来越骄傲 越来越安逸吗 不是啦 上帝给我们的钱是什么 是一方面让我们富足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身边有需要的人 我们可以代替耶稣 去把上帝所给我们的钱 去跟身边有需要的人分享 上帝说你如此行 我就纪念你到永远 因为你所做的不是在地上 这世界的用钱原则 你所用的是天上用钱的原则 所以上帝不是让我们一无所有 而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双重的富足 每一年出真理堂 我们都会有出手果子的奉献 什么是出手果子的奉献 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 他们进迦南地之后 上帝对他们的吩咐 要把出手的土产 还有最好的要奉献给上帝 为什么呢 你可能问上帝啊 你怎么一天到晚要钱呢 你不是已经十一奉献了 然后现在又要出手果子的奉献 其实不是啦 上帝不是要钱 上帝要提醒我们 要帮助我们在任何景况 都要懂得认定他 离开埃及要进迦南 中间进入旷野 你要认定他 即使那个迦南地还没进去 你仍然要认定他 他是你的供应 你如果这样的认定 你就不会被魔鬼所欺骗 你就不会被魔鬼欺骗 觉得你不足 然后就开始贪婪起来 所以出手果子的奉献 是对我们的信心极大的造就 什么叫出手果子 出手果子 你看那个芒果树 那个小芒果 芒果开花 然后马上小芒果开出来 那个叫出手果子 那个小芒果 那个小芒果 你一看到它 你大概就有一个信心 你知道那个芒果会继续长大 两个月之后我就可以收成 这叫出手的果子 我们需要有出手果子的信心 过去这一年上帝有没有丰富供应你的需要 有啊 那你就要知道 未来这一年虽然还没有发生 日子还没有过完 今年直到三月 但是你知道上帝会信实 供应你的需要 这叫出手果子的奉献 多年来 真理堂一直把出手果子的奉献 全数用在我们所关心的贫穷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出手果子奉献 有三个用途 第一个是爱心 第二个是宣教 第三是会堂扩展购置的硬体需要 这三个项目都是为了外展事工 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2022年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的目标是 举目望田遍地拓子 为什么要盯这个 是因为瘟疫 是因为神透过瘟疫在对我们说话 我不知道2022年什么时候 我们政府又下一个命令 真理堂要几个月不能在这里崇拜 神在告诉我们 爱的团契才是教会的根本 爱的团契才能够胜过瘟疫 所以传道不同光 杨牧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寻求上帝 长职一起寻求上帝 我们得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要积极地建立家庭关怀中心 什么是家庭关怀中心呢 就是爱的团契 RPG很重要啊 三四个人一起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爱上帝彼此相爱 还有我们可以很激动性地去服侍 我们身边有需要的贫穷人 那几个RPG我们就可以 三十个人 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家庭关怀中心 在家里面都可以崇拜啊 电视一打开我们就可以开始崇拜 这里头门关起来的时候 你的家还是可以开放 同意吗 如果你的家太小 不能有几三十个人 我们可以在你家旁边租一个场地 礼拜天你可以在那边崇拜 再不行的话 非常时期 我们在线上RPG都可以连结 请你跟你旁边人说 爱的团契 才是真正的教会 你知道吗 当我们这个目标 我们顺服上帝写下去之后 上帝就开始开路 上个礼拜 新北市政府写一封信 给我们香伯树 在新店大平林据点的同工 负责同工 跟他说 请问你们在大平林 你们只做老人服务吗 你们有可能在做其他族群的服务吗 意思是什么 新北市要补助 要支持我们建立家庭关怀中心 不是单纯 不是老人 还有不是很多的不同的族群 是政府主动来帮助教会 做家庭关怀中心 你说好不好 神在开路 跟你旁边人说 神在开路 所以你要醒过来 你要醒过来 那个标语不是写着 然后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跨年祷告会 然后再来感谢一下 你知道神一直在开路 过去这一个月 发生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你们知道永康国际商圈吗 永康国际商圈的那个理事长 我们都不认识 但是永康国际商圈 理事长我们不认识 副理事长是真理堂的姐妹 那因为现影要选举 现影是这选举 真的是宣教 我们要进入七三 进入政治教育界 国家就是规定 你要透过选举 虽然选举被他搞得很黑 但是我们不黑 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选 我们不污钱 我们不会公器私用 不会财务清清楚楚 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始终如一 我们就是用无条件的爱 用仆人式的侍奉来竞选 所以现影在信选的过程当中 一直办帮助儿少脱离手机成影课 一直办爱之语课程 就是这样 所以请大家起来祷告好不好 好吗 那也因为现影选举 所以呢 就那个 就那个 那个 我们就有机会去拜访 这个永康商圈的这个理事长 相谈甚欢 他是基督徒 他里面有一个心愿 就是他希望永康商圈 成为全台湾国际商圈 其实全台湾国际商圈只有他一个 但是商圈呢 国际商圈呢 全台湾有一千多个 他很希望永康国际商圈 可以成为全台湾商圈 基督徒老板最多的一个商圈 你说好不好 我听得很高兴 我说我们来合作 我们来合作 我就把他引荐给杨牧师 然后礼拜五 美事成真 杨牧师一问 看到他就说 理事长 你觉得真理堂可以为你做什么 他讲两件事 他说杨牧师 真理堂可以帮助我两件事 第一 永康国际商圈的老板需要学外文 他们英文不太好 所以很需要 有人来教他们美语 杨牧师立刻要说 好 我给你一个 他就把肖博士 你们知道 他不知道什么美语 名字我搞不清楚 反正就介绍给他 就认识 他们一拍即合 然后另外 还有他说 永康国际商圈的老板 商家 他们最需要 另外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 他们需要心里面柔软 好叫他们可以领受 更多上帝的祝福 杨牧师说 这个我们也很会 我们除了教英文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会 就是天古的语言就是祷告 我们来教这些商圈的老板来祷告 好不好 他们有任何问题 我们来教他们祷告 我们非常的高兴 所以那个理事长 他很高兴 他说 他可以把他一个办公室 四五瓶 在咖啡厅的最后面 他分出来 那个地方就让你们用 他们任何商家 有什么家庭问题 夫妻冲突 亲子问题等等 要祷告就来找你们 你们要派人来 我说好 但是我只有一个人 鼓掌的请你都要去 因为你们都跟我一样会祷告 可以吗 要不然我会当场就在那边就昏倒 所以你们都要去 可以吗 你们从今天开始 鼓励大家去永康商圈 去那边消费 完了之后就为老板祷告 记得老板的名字 然后就会奉主人为他祝福 然后另外我跟那个理事长说 理事长 那个谢谢你 因为提供我们 就是为别人祷告的空间 但是我们要办活动 我们可以办青少年脱离 来帮助 来脱离手机成影课 我们可以帮家长办夫妻肯谈会 我们可以办很多很多 把这两所有的服务课程都搬进去 那我们需要场地 永康商圈 我们居然有找场地 我们也没钱 买场地那怎么办 他说 苏牧师 苏牧师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 做250人的场地 让你们可以去使用 我听了之后 眼貌惊心 我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 神在对真理堂说话 他告诉我们说 孩子 真理堂要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教会 真理堂不是因为领受很丰富很多 然后就越来越自我中心 我们这一天都很说感谢主 上帝给我们好多 上帝给我们好棒 好丰富好富足 然后就这样 我觉得上帝在引导真理堂 成为一个真正会分享的教会 2022年的出售国之奉献 我要请大家 如果你有感动 你可以指明为家庭观点中心的建立来奉献 但是不是单单只是这样而已 你从今天开始 你可不可以就真正活在富足里面 而且脱离贪婪 每一天不单单是让上帝做你的主 欢喜快乐 领受上帝丰富的供应 有没有可能你每一天 你都可以去留意你身边的人 我为什么不说留意身边的贫穷人呢 是因为你身边每一个人都是贫穷人 他需要耶稣 他没有耶稣 他就彻底的贫穷 他今天眼睛所看的 所拥有的一切 随时会失去 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moment 他会彻底的失去 求神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 让我们明白 他要让我们 活在真正的富足里面 这就是今天天国百姓对金钱的态度 求神帮助我们 不贪婪 不依靠钱 而是要依靠上帝 然后领受上帝的丰富 并且欢喜快乐去分享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做奇妙的事 我们永远在你面前谦卑柔软下来 主啊 让真理堂 在你的手中 这卑微的器皿 成为你手中 那最宝贵的军队 也是一个最宝贵 属基督的家 我们要让人家 看见我们 看见我们 就羡慕我们 就被吸引到你的面前来 主帮助我们 把你的丰盛带出去 见证我们的上帝 是何等信实可靠 我想问我们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现在 正在很大金钱的忧虑当中 可能你现在真的 感到有蛮多的缺乏 你不知所措 我要告诉你 上帝是你的路 祂是你的上帝 祂是你的救助 祂就一定会 为你的财富经济负责 我不知道祂会怎么帮你 但是我确定祂会帮你 好不好 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 你好好来依靠祂 好吗 谦卑下来 把你需要告诉祂 然后领受祂信实的引导 好吗 第二个 可能你的贫穷 你的缺乏 不是因为你没有 而是你一想到未来 你就开始里面没有安全感 上帝说 孩子 祢来依靠我 我会帮助你 让你真正的 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不是吗 如果你是这样的弟兄姐妹 我要邀请你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 我要带领你一起来祷告 我祷告一句 我邀请你 跟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需要你的帮助 因为我里面实在是很缺乏 带我进入你的国里面 让我被你的国里面的丰富所充满 供应我物质的需要 也供应我生命的满足 我是有福的 我要向你认罪 今天我要重新邀请你做我生命的主 我不要再让金钱做我的主人 我要悔改 我要让你做我的主 因为只有你才可以带给我生命平安 教导我 紧紧的来跟随你 随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 愿上帝的富足在我的身上不断的加征 也让上帝给我的富足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随听我的祷告 救我脱离贫穷 脱离贫穷的瑕疵 让我从贪婪进入富足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